前記者所在位置就是 輝達的台北辦公室 他們今天在這裡展示了 輝達的產品新品 那麼剛才稍早的時候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也突然突襲現身現場 那他也表示說 這次來台灣 其實他也品嘗了 很多的台灣美食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牛肉麵好棒喔 太和價 昌銀頭 昌銀頭最好吃的 那個餐廳叫做 太好吃了 你去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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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殺雞 腳底啊 還沒有時間 可能 希望 好的可以聽到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一談到美食 眼睛是發亮 那還特別說 其實他造訪了很多台灣的 像是一些私塾餐廳 還有牛肉麵餐廳 因為他也跟我有透露 其實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他是特別喜歡吃 台灣的牛肉麵 那麼另外其實可以看到 在台北辦公室 也展示出了很多 揮達的秘密武器 包括超級晶片 還有最新的GPU 就是希望能夠讓外界 瞭解他們的AI實力